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选手 来之前疯狂在家炫番茄到肚子里 进入副本后就立刻开始挖坑上厕所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看到土里长出绿芽 好家伙 别人还在为食物范畴 但都已经开始在种植番茄了 可惜这天一点面子都不给 雷声变得越来越大 很快就有一场暴雨袭击过来 除了要巩固庇护所屋顶外 最担心就是大树上面有东西砸下来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得爬上去确认一下 顺便在上面收集一些大叶子修补屋顶 爬上去并没有什么难度 很快就已经来到上方 就是蚂蚁实在有点多 不断往它身上爬 咬得它那是相当难受 收集完成材料后 立刻跑回营地里 现在那雨是越大 但也只能淋着雨 将这些叶子扑到壁虎所上 然而效果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勉强算是不让雨滴落到火堆里面 就在它刚放下心时 一块大石把眼前的树口 给砸断 幸好刚刚没有在那待着 不然可以请全村人去吃鞋了 所以说下雨天待在树下一点都不安全 而瓦斯这边想在下雨前 多弄点食物上来 水利还是有挺多鱼在蹦达的 想要把那些鱼给吸引过来 还是得靠棕驴锅里面的幼虫 虽然现在那鱼开始逐渐变大 但是瓦斯并没有放弃 就站在那里等着鱼上钩 很快就感受到鱼线那边有动静 立刻将这扯上来 可惜只是一条小鱼 还没有它的手掌大 也不知道是不是下雨的影响 上钩的都是些小鱼 这让瓦斯有些郁闷 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效果 还不如回去生活取暖 问题是营地那柴火不多了 临着鱼砍伐收集些柴火才行 现在就剩自己一个人 什么事都要干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每天收获得到的食物 还没消耗的能量多 瓦斯对此那时相当惆怅 不过有一说一 这里的鱼肉味道真不错 要是能撒点东西上去会更香 这鱼一直吓到第二天才停了下来 瓦斯整晚冷得瑟瑟发抖 还要被各种虫子爬到身上咬了个遍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来的 女子组那边就更加惨了 用手摸过去就没有一处是平整的 可以看到雨林里面的虫子有多大 它们每晚都要被这些钉咬 想想都觉得可怕 暴雨过后 安波觉得要把屋顶给完善好 这边有不少棕櫚液可以用上 收集起来并不是难 接下来就可以从中间破开 将这些编织起来 砍伐收集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意外 安波一不小心就被戳伤了 瞬间感觉那里火辣辣的疼 看起来就像是被猫抓伤一样 希望不会出现感染就好 它们将收集到的棕櫚液全部扑到上面 但是从里面看 还是能看到不少缝隙 这样下雨的话还是会低落进来 珍妮和翠斯却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安波对此那是相当无奈 没办法只好先去收集一些食物回来 目前虽然能够钓到鱼上来 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弄到三人份 得想办法扩大一下狩猎的范围 要是能够将这里的绿枝清理出个区域 到时钓到的鱼就会有更多 首先要把这棵树给砍倒 这样不仅能够避免和水中生物接触 还能顺利进入到和中央搭进的平台 想法是挺好的 难点就在于那树掉下去时不能歪 一边砍一边调整角度 这树比想象中还要坚硬 砍了几刀就感觉手都有些麻 幸好三个人可以轮流进行输出 不过还是非常累 也不知道在这里砍了多久 终于看出一个大口子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上面有个马蜂窝 这下麻烦了 很有可能会招惹到 不砍都砍了这么久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将这树砍下来 现在已经砍得差不多了 可以换成锯子继续输出 有轻微断裂的声音传到耳朵里 那树很快就也承受不住 上面的重量而倒到水里面 这可把他们激动坏了 但是有个问题 那马蜂窝并没进水 必须得把这个给敲碎才能正常使用 安波用长肝往那边捅开 破碎了时间一群马蜂冲到他那 虽然安波已经立刻逃离 但是还是被马蜂给追上了 身上有好几处被弄到的痕迹 现在皮肤那是又红又重 感觉像是被火上了一遍 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现什么反应 安波只想快点回去躺着好好休息 可惜夜间有很多生物的叫声 根本没法安心入睡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大半夜还有食物送上门 一只大青蛙就在营地前面趴着 块头那是相当的大 翠丝直接用手抓起来 这拿去烤来吃肯定很棒 突然青蛙分泌出不少液体 也不知道什么品种 感觉好像有毒 为了安全起先 他们决定先绑住等天亮再看看 第11天 翠丝醒来后发现青蛙还在 就在他想着弄成早餐吃时 看到昨天分泌出来的液体感觉并不是很好 他长这么大还没看到这样的 幸好昨晚并没有煮来吃 不然今天就要团灭了 只好将青蛙放回去 顺便将地处理一下 还是看看河边拿马蜂去没 远远看过去好像是空的 并不确定里面有没有马蜂 但是可以肯定 这上面有很多蚂蚁 他们只好从远处扔东西驱赶走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任务 让安波没想到的是 翠丝会想把适合当柴火的扔过去 他表示这样木柴还有很多 安波对此非常无语 生怕翠丝继续把柴火都扔光 赶紧换成竹子将那马蜂窝弄走 经过一番努力后 还剩下不少蚂蚁 估计明天就能全部散走了 安波和队友介绍着 怎么把这里搭建好 但是翠丝一点兴趣都没有 直接溜回营地制造鱼具捞鱼 安波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行动 先把码头弄好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镜头来到史蒂夫这边 他已经蹲那鳄鱼好几天了 幼儿都没能吸引过来 趁着自己现在还有体力 他打算主动出击 直接来到鳄鱼巢穴这边 虽然并没有看到鳄鱼在 但是在里面翻出不少藏着的蛋 这些足够他吃上好几天 嘴上说着怕鳄鱼突然袭击他 但是一直看着水面期待着 要是鳄鱼回来就好了 史蒂夫就可以让他们一家人 整整齐齐 等了一会都没看到 没办法只好将这些蛋 全部打包带走 我就好奇鳄鱼蛋 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了 史蒂夫回到营地后 就煮了几个蛋尝尝鲜 一颗这样的蛋 相当于一小块鸡胸肉 闻起来味道和鸡蛋差不多 尝起来那是相当不错 希望下次鳄鱼 能给力点多弄鸡蛋出来 实在有够瞎人珠心的 我原本以为各组选手不会相遇的 没想到丹会找到瓦斯这里 可他们高兴坏了 反正都剩下自己一人 正好可以组成一队 要是把史蒂夫也拉进来 刚好男子组就有了 两人简单商量过后 瓦斯决定搬到他那边 留下的武器正好给丹使用 瞬间感觉物资变得丰富起来 花了点时间来到丹币护所这里 确实要比瓦斯那边好太多了 他唯一担心的就是食物问题 毕竟自己每天消耗的能量可不少 丹的那码头虽然能够钓到不少鱼 但是瓦斯那体重没法站在上面 还是先把自己的床给先弄好 打算将这木板拿去当床垫用 经过一番打磨过后 他保证这比加纳床还舒服 瓦斯还专门收集了一些粘土涂抹上去 这样躺上去就不会觉得有坑坑洼洼 他们收集材料时发现岸边经常出现秃臼 或许可以制造一个陷阱抓来吃 但凭借自己生物学知道的知识 他大概知道秃臼的行动模式 准备制造一种特别的补鸟器 大概就是先在木棍上弄出个洞 然后把树枝安放到上面 再加上套锁和重物固定住 理论上只要纳鸟站在那就能立刻抓住 听起来并不复杂 但是制造起来那是相当麻烦 光是打磨就费了不适时间 经过一番努力后 总算是将陷阱弄好了 就不知道纳鸟会不会过来 回去的路上还发现个像榴莲的果实 里面的汁水有很多 瓦斯尝起来感觉还挺不错 可以暂时让肚子感觉舒服一点 突就已经往陷阱那边靠近 两人隔着老远看着 生怕惊动到他们 突就都已经站在上面吃东西了 那陷阱一点效果都没有 真是免费送肉给鸟吃 这可把单给气坏了 也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大家觉得这捕鸟器能否抓到吃的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